最近听说老牌的华人首富李嘉诚说 媒体说我有300亿美元 骑舍的话算少了 我骑舍有600亿美元 就说的话人民币相当于4000亿 这个港币是5000亿港币的财富 我听说李嘉诚最近这样说了 所以说的话这个老牌的华人首富李嘉诚的话 其实才是华人里面真正的首富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现在很多首富的话都是计算那个上市公司 因为很多首富都是上市公司的那个老板 对吧 就以他的股份啊就给他们算市值 算出来市值有多少 就是多少财富 其实的话 要知道市值的话 他跟现金财富是不一样的 你这个股份你有多少市值 你真要把它套现实套不出这么多的 因为道理很简单 你那么多股份 你大量的卖出去的话 是吧 咱别管好不好卖 这个大量卖出去 那价格肯定会跌得一塌糊涂啊 对吧 但是你像李嘉诚这样的老牌华人首富就不一样了 他们是这个银行账户上是能够掏出上千亿的那个港币的财富是吧 就真金白银他们是 呃 其实的话 在华人里面啊 财富到达五千亿港币这个级别的话 也不光李嘉诚一个人 你比如同样姓李的李造基 李造基的财富的话 也肯定不少于李嘉诚 对吧 你看李造基 我听说李造基最近在香港造个大别墅 差不多要五十亿港币啊 你想啊 五十亿港币造造的 他们老李嘉别墅 那地买下来就要十八亿 啊 就说的话 这个华人里面啊 其实有几位首富 钱不比李嘉诚少 你比如说的话 郭和年 是吧 你郭和年多少钱 对吧 郭和年的话 你光是北京那个 家里广场是吧 那几十栋高楼大厦 都郭和年的 全球相隔里拉酒店 那郭和年的财富的话 也不会少于李嘉诚 所以说的话 这个华人啊 华人在世界上 以特别会赚钱组成 特别会做生意 特别会挣钱 跟犹太人一样 对吧 我为什么说这些呢 我想说的是 有钱是好事 有钱是好事 有钱怎么成不好了 对吧 有钱是好事 你像恒大那老板 老那个许皮带 如果说像李嘉诚这么有钱的话 就不会爆雷了 对吧 啊 你看恒大爆雷的话 都都一年了 是吧 这个 多少年万一贷款 怎么样 他还不出 你说怎么办 他还不出 他还不出 你说怎么办 能有什么办法 逼了他 逼了他 还不出 也是还不出 这个玩意就是 有钱才 不会出这种麻烦 老许不就是没钱吗 他欠那么多 多多贷款 他回不出了 这不就爆雷了吗 是吧 许皮带 如果像李嘉诚 李赵 国贺年 有那么多真金白银的话 那就不会爆雷了吗 所以说有钱是好事 按这两年的话 你们看啊 司马南啊 张杰啊 这些爱国大咖 按说你们爱国宣传 爱国也挺好 对吧 但是的话 他们就是 除了爱国 除了宣传爱国 还有一点很出名 就是说 他们好像跟资本啊 有那种 不共带天之仇 跟资本不共带天之仇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情 这资本在他们嘴里 像司马南张杰这样的 爱国大咖嘴里 资本就舍不舍 啥坏事都是资本干 你这个话 我觉得这个你既然是爱国大咖 你就不该那么痛恨资本 因为道理很简单 我们国家不反资本 到现在我们国家的话 也全世界造商引资 前两天我听说德国有家很大的企业的话 他就要到中国来这个投资办企业 看到这消息 当然好消息啊 我看着都觉得很高兴啊 为什么我们国家 到现在一样造商引资啊 对吧 而不关国家 包括各地地方政府的话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造商引资啊 造商引资不就引资本吗 发展经济 那资本是不可或缺的 缺什么也不能缺资本啊 怎么你们司马南张杰这样的爱国大咖 好像就跟资本有不共戴天知仇呢 是吧 这没道理啊 再说了 资本不就是钱吗 司马南你是亿万富豪 你那么有钱 张杰的话 也是有钱人啊 对吧 你们这么痛恨资本 那把你们的这个资产 你们的资产也是资本啊 把你的资本 把你的钱 充公了好不好 没收了好不好 捐给那个 希望工程好不好 你不那么痛恨资本吗 你的钱不也是资本 钱不就是资本吗 你竟然跟资本有这么不共戴天知仇 把钱捐希望工程好不好 就是你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资本怎么不好了 对吧 资本不就是钱吗 对吧 资本没有什么不好 你们像司马南张杰这样 自称爱国大咖 是吧 你们好像是把资本当成那个 不共戴天的仇人 好像就显示你们很正义 是吧 这有什么道理啊 你们跟资本有那么大仇恨 怎么就正义了 再说你们这也不对啊 你们两个人 你们包括就是他们同个公司 那么多大咖 这些人这两年都挣到大钱了 对吧 你们都有资本啊 既然你们跟资本有这样的深仇大恨 你们就该把你们所有的钱捐给希望工程 那不是不好吗 那人家觉得好 希望工程需要钱 你们应该把钱捐给希望工程 你不捐 你就别说的 好像资本就 就是你们的 就是你们的仇人 资本跟你们有深仇大恨 好像你们痛恨资本就显得你们正义了 这个没道理 对吧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对吧 有钱是好事啊 对吧 你怎么能说一套 你们怎么能说一套做一套 还爱国大咖 对吧 你爱国 你跟痛恨资本不等于爱国 我们国家 我们各界政府都在照商影子啊 我们没有说资本不好啊 官媒也没说资本不好 你说资本如果说违法犯罪了 那资本违法犯罪了 那就依法办理 依法处理啊 你们知道哪个资本 或者说哪个财台 违法犯罪了 你们应该依法举报 张杰你不是律师吗 司马南你都到政法学校去 去警察学校去讲课了 你好像说的你是吧 你们懂法律啊 应该依法去举报 那胡说八道 不行 好像你们是资本的仇人 好像显得你们很正义 你们正义什么了 再说你们真把资本当仇人了吗 你真把资本当仇人 你把你的资本给我好不好 给我好不好 你不说资本不好吗 你给我好不好 你肯定不能同意 真的说白了 你不是在骗吗 沙皇可不行啊 我们未经许你 我看过我 我看过我 你不追求你 我看过你